我们希望能够原汁原味的 把在法国那边的风味呈现出来 直到跟法国那边几乎是一致的 他们的风韧方式都蛮有自己的好 凹餐的也有好气 老师傅坚持法式经验空调 不用开阳过海即能传道道地法国味 18年前吧 那时候在法国进修的时候 看到国外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餐厅 可以享受的一个地方 就想说在一个小小的餐厅 自己可以很开心的做餐 拥有40多年料理经典刘国卿 在台中法餐界称了上市师自卑的老师部 担任过多家五星级饭店主厨 也承到法国进行厨艺 不追波时下流行视觉花俏派的法国菜 特首法式经典 尽管法在餐厅如雨后春省串起 仍撼动不了刘国卿在桃克心中的地位 法生基本上就是做比较法国经典菜色 比如说像阿莎士的酸菜炖猪脚 自己发酵酸菜 自己用功的猪腹肉 整体来讲它是很多猪的肉 然后跟酸菜白骨肉就下去炖猪 跟我们的酸菜白骨肉锅 有一点异曲同工 但是那边用料就比较豐富一点 猪肉很不软嫩 然后很香味道都有进去 就是整个很入味 说到法国菜牛排与鸭干的组合 各是经典中的经典 可说是平坚一家巴士餐厅的入门菜 菲利牛排搭配鸭干 它本身是很细式的东西 先焦香外酥内嫩 再连波特酒姜汁 再泡一些新鲜的黑松露 鲜鲜黑松露绽放出来的大地芳香 像脸面山栏中染染神奇的山栏 让香气不宜的鸭干 牛排与酱汁 变得更有层次 而这一道法式纸包饼目鱼 也是刘国欣拿手的抓牌菜 就很原味把鱼煮熟 很原汁原味的一道鱼的料理 刘国欣欣知道 不仅要以餐点满足客人的味蕾享受 就连服务也要做到冰至如归 它的服务品质 倒是有物心结的水准 除了专业以外 我想亲切 所以待客人就好像自己的朋友 也是我们一直去遵循的原则 堪称美食贡心房的米其林 首次把台中列入评鉴 刘国欣相信台中师傅绝对有实力 对台中的餐饮业者一定是 一定是一个有激励的作用 我觉得台中是蛮有潜力 可以去做好这些事情 东新闻台中报道